朋友们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AI可以在时间轴上以真为单位生成图片 然后组合生成风格一致角色一致的长影片 人工智能会分析每一帧图片的逻辑关系 补充生成符合故事逻辑的转场场景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控影片的成果了 最重要的是实时生成功能 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的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提示词输入框里 每多输入一个单词 AI就会更新生成的结果 相当于我们拥有了一个免费的 没有数量限制的文本生成图片应用 另外很多粉丝朋友们问到过的 人的一生从年轻到老年的影片效果 我也做出来了 很神奇哦 我使用了一张模特的脸部肖像图 就生成了它30岁50岁70岁的样子 下面也会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定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 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免费做出一致角色的真人影片和动画影片了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打开creatian.ai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可以看到在主页呢 它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real time 实时的AI生成图像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视频画质的升级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第三个功能 AI video generation 视频生成器 点击下面的generate video按钮 跳转到登录页面 可以使用邮箱密码登录 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 OK在这个页面 点击最下面的start 开始按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演示 可以看到添加了两张图片之后 再添加对应的两个提示词 点击generate video生成一个影片 当然我们可以添加三张四张五张等等 而且图片是可以用AI生成出来的 也可以导入我们自己的 这就能很好的把控影片的效果了 后面会详细讲到 OK点击下面open app按钮 进入了影片生成的编辑页面 可以看到它会有两条时间轴 第一条时间轴是keyframes 可以在任何每一帧上面添加图片 OK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时间轴是test prompts 就是文本提示词 可以在对应的图片下面添加文本提示词 OK先把默认的这个粒子的图片删掉 再来到左上角 第一个按钮呢就是时间轴的按钮 第二个按钮是设置按钮 asperation就是影片的尺寸设置 有五个尺寸可以选择 接下来就是运动参数 最大100% 一般我们调到中间 第三个功能非常厉害 它是一个让你的影片可以旋转播放的功能 后面会讲到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再来看看右边clip duration 就是影片的时长 通过点击加号和减号来设置影片的时长 OK我们开始在keyframes时间轴这里添加图片关键帧 比如我在0到1秒中间添加一个图片 点击一下 在这里点击上传我的图片 OK上传好了之后 底下对应的位置就自动出现了我们的图像了 再来到1到2秒中间 再点击 再上传另一张图像 OK再添加一张第三张 大家可以看到我想做一个同一个模特 在同一个场景的一个影片片段 再来调整一下紫色的testpromise提示词 点击一下 可以打开一个输入框 把原本的提示词删掉 一般我们的提示词就可以写相机的运动方式 还有风吹起我们模特的头发 比如camera zoom wind blowing in here OK然后可以调整提示词的长度 再来添加第二张图的提示词 同样方法调整好提示词的位置 刚刚好对应到第二张图 lady posing的意思就是女孩子在摆pose OK点击一下空白的地方 再来到左下角是影片的风格设置 film电影 rendor渲染 animation动画 experimental 实验性风格 后面我都会展示给大家不同风格的效果和应用场景 OK先生成一个电影风格的影片 点击白色的按钮 generate video 等待影片的生成可以看到右边会有一条绿色的进度条 OK我们看一下生成的结果 角色动作的转换非常流畅 而且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模特外观 海浪起伏连贯 随着三张图片不同的拍摄角度而变化的相机运动方式 rendor渲染对比film电影风格呢 角色和动作的一致性会更高 逼真度有点损失 但是视频内部的连贯性要好很多 OK影片效果非常不错的话呢 可以点击左边的download下载下来 这次换一下rendor渲染风格 我觉得影片有点太快了 我调整一下它的影片时长增加到4秒 然后再把三张图片的位置调整一下 上面的暂停按钮暂停一下影片播放 OK生成一个4秒的影片 点击左边的generate video按钮 等待影片生成 大家能看出来渲染风格和前面的电影风格有什么区别吗 渲染的角色和动作一致性会更高一些 但是逼真度有点损失了 不太像我图片里的模特样子了 但影片的连贯性好很多 两种风格都有不同的使用场景 大家根据需要选择就好了 OK点击download把影片下载好 暂停影片播放 再来看看第三个风格 动画animation风格 把三张图片删掉 除了上传图片 我们还可以在career这里直接生成图片 点击一下 最上面的挡住了 我把整个页面缩小一下 再点击添加 可以看到弹数对话框这里最上面有generate按钮 点击一下 下面是输入提示词的地方 上面是career自动把我们生成的图片 点击一下提示词左边的按钮 它可以刷新生成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成非常多同类型 但是又有点区别的图片了 可以想到生成出来的影片效果肯定非常不错 再点击最下面这个按钮呢 它是随机提示词 提示词就自动变了 当然图像也就变了 这个功能就会给到我们非常多的创意了 OK我们把提示词删掉 输入agirl 大家可以看到提示词变的话 我们生成的图像呢 career它是自动变的 每多添加一个单词 图像就会根据我们整个提示词的意思来生成 happy 模特就笑起来了 把happy改为angry 模特就变生气了 改为sad 伤心的 再前面加上style life of 这个风格是我非常喜欢的 OK点击一下空白的位置 可以看到时间轴的这个位置就添加了我刚刚增加的图片了 这个实时生成图像 并且可以无限次刷新结果的功能 相当于我们拥有了一个免费的没有输样限制的文本生成图片应用了 再来到后面的位置 点击 输入同样的提示词 如果这次生成的图片不满意就点击说新 可以看到生成的结果呢 模特的样子其实跟第一张图生成的是很相似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衣服添加上 in dark blue shirt 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得到一致角色的样子了 OK同样的点击空白位置 再来点击添加第三张图 输入同样的提示词 点击刷新 直到生成的结果是我们满意的 再添加第四张 OK这个不错 可以看到四张图片模特的衣着和样子都非常相似 而且都是同样的表情 塞得伤心的 调整好四张图的位置 设置这里确认一下参数 生成1比1的影片 运动参数这里调到30多吧 OK再回到时间轴这里 左下角风格animation 没有问题点击generate video按钮等待影片生成 可以看到动漫风格更容易实现角色一致了 看到这个影片效果我马上就能带入一个场景故事 坐立不安的女士迟迟没有等到她的朋友 逐渐崩溃马上就要生气发火了 OK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暂停一下影片 接下来是第四个风格实验性的风格 可以看到她的例子这里是有一朵花 然后是一个人脸 可以理解为她可以把非常不同的图片创作成影片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 OK来到时间轴这里 把中间的两张图片删掉 保留两张人物图 在前面点击生成其他场景图 点击一个随机提示词吧 像这个我觉得不错 OK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再添加第二张图 添加一个玫瑰的吧 Rose OK可以看到前面的两张图呢 都是海边还有玫瑰的 跟后面的人物角色的图是非常没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不会填提示词的话也没有关系 比如海边我就可以直接填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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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接下来也是很多粉丝朋友们问到过的 人的一生从年轻到老年的影片效果 非常适合在这里创建 为了保证人物角色一致 我们先来生成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肖像图 打开rendonet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它是一款专门生成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肖像图 AI网红模特的应用 点击create for free annual 在登录页面可以使用有效密码登录 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 登录成功点击最上面的convers 画布功能 这位粉色卷发女生 是我在以前影片中创建出来的模特 使用同一张脸部和发型 能生成非常多不同场景的画面 还可以指定模特的动作姿势 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一期视频 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OK 点击右边create new按钮 来到画布面板 来到左边styles风格设置 点击下拉框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风格 在all这里我选择一个佳能EOS R6的风格 可以看到点击之后 左边风格这里就显示出来了 因为我要生成肖像图 所以我把底下这个professional portrait的肖像 这个风格也选上 把系统默认多余的casual风格删掉 composition构图的设置 可以看到pose control这个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模特的动作和姿势 face look就是我们做好一个模特的肖像图之后 以这个肖像图来生成不同场景 不同动作的同一个模特人脸的图像 后面都会用到 再来看看最下面的提示词输入框 a model 然后是它的穿着wearing 然后是它的姿势posing ok把它删掉 我先生成30岁模特的样子 ok aspire ratio就是图像的尺寸 选择一个1比1的 后面是生成图片的数量 我选择生成一张 然后点击generate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可以看到生成了两张图片 分别对应左边的两种风格 我个人更喜欢第一个风格生成的效果 ok把professional portrait的肖像风格删掉 来到图片上面 右击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接下来我就用这一张图片来作为我的模特 来生成它不同年龄的样子 来到右边applications应用这里 点击character labs 然后点击create new按钮 在这里把我刚刚下载好的图片上传过来 ok点击选中我们的模特 在zoom image这里呢 调整一下图片的大小 让模特和他的发型呢 都在绿色的框框里面 ok点击next下一步 风格选择realistic female女性 年龄段因为我要生成模特 从年轻到老年的样子 所以我选择一个middleaged中年 点击next下一步 在这里需要给模特取一个名字 model-3 也可以点击这个小铅笔 改一下模特的描述 编辑完成的话点击下面的down 弹出的对话框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使用模特3 来作为我们生成后面模特样子的话呢 就需要在提示词书框这里输入 add model-3了 ok点击use in caros 回到画布面板 点击打勾我们的模特3 来到右边可以看到有一个人物的权重设置 我把这个权重调整到0.3 hyperrealface呢就是真人脸型打勾 可以看到我们的提示词 这里已经默认输入了add model-3了 把年龄改为50岁 为什么刚刚权重我填0.3呢 是因为我不能填权重数太高 太高的话呢生成的图片 它就会完全跟我30岁的样子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要生成它的中年图嘛 所以这个权重就稍微调低一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提示词这里添加一些说明 比如middle age中年开始有皱纹了 ok点击generate等待图片生成 按住键盘的空格线可以调整画布的位置 可以看到30岁到50岁模特变老了 脸上长了皱纹 不过能明显看得出是同一个人 说明我们设定的人物权重值是ok的 再来生成模特70岁的样子 就不是中年了是老年了 同样要检查一下右边的权重0.3 提示词这里呢就要把beautiful漂亮这类词删掉了 ok点击generate 可以同时生成它90岁的样子 点击generate 再生成120岁的 提示词改为憔悴皮肤松弛very old年老的 右边权重我就调到0.2 点击generate ok画布有点混乱 按住键盘的ctrl键可以缩小放大画布 按住空格键可以调整画布的位置 把图片都放到一起 ok全部结果生成好了 把每一张图片右击download下载下来 回到career 把时间轴上的图片都删掉 把刚刚做好的图片依次上传过来 从30岁到50岁再到70岁再到90岁 ok调整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图片上面的参数 往上拉图片就没有了黑色阴影 表示图片权重为1 要求完全参考原图来生成影片效果 而后面两张图我设定为0.7左右 想让AI自由发挥一些 当然也可以把黑色阴影往下拉 黑色阴影范围越大 AI自由发挥的程度就越大 后面两张图片就留一部分阴影吧 ok提示词这里改一下 全部都改为woman agent 女性的年龄变化 ok影片的时长是4秒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设置 打开循环影片 一定要打开循环影片这个功能 ok回到时间轴这里 生成一个rende渲染风格的影片 先来看一下 点击generate video 可以看到渲染风格会让模特脸部特征更加一致 但是跟我们原图呢 就会有一点点出入 ok再来生成一个fuel电影风格的影片 点击generate video 这个效果就逼真了很多 给人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 循环播放功能 会让整个影片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 ok点击左边download 把影片下载下来 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免费做出一致角色 不同风格 不同叙事角度的影片内容了 关键还可以无限说新生成图片 直到符合你心目中的影片场景 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 也想去试试 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成果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也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内容和方向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当然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AI资讯 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 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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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